那天老師我特別的鄭重介紹 這個叫做前面叫做 苦手寒窯十年 現在叫做波音界 我這十年來其實我的事業 我的一些幾家店面都是大家負責管理 很辛苦 然後後來也讓他到 香港念那個中醫念的四年 後來我認為說他有不足的地方 他以前在起因高中 跟美容科教十年 那我覺得美容好像感覺上 跟健康的關係沒那麼深 所以我就叫他到佛邦大學 再念這個碩士兩年 那其實人家醫學生物人醫學這些東西 是我大概在前三年 前三年四年的時候 跟我們佛邦大學大家講好 把它變成教育部的課程 學士碩士的課程 然後也成立這個生物人實驗室 就是終於把這個 以前我的老師中潔醫師對不對 幾個醫師包括吹酒醫師對不對 他們集大成放在這所大學裡面 既然是教育部承認的 從此走入世界衛生組織跟聯合國 放個角度 這個行這個做了十年很辛苦的工對不對 經過一步一步的登梯 終於上到最高的階段 所以現在大概前國 前國的醫生醫師都會發表 會請他去做一些演講跟發表 一些大專業校也會請他自己演講跟發表 當然啦 真的一小步了 慢慢的一小步 現在花精疗法跟生物人的這些醫學對不對 跟輔助醫學對不對 他的論文寫得非常棒 也算是在台灣 關於這個療法很少很少的論文之一 所以現在這個論文已經被那個北京 被北京的老齡委已經看上了 他說這個東西對不對 我們準備跟美國的證交所 跟世界衛生組織跟聯合國這邊整個集合 要把那個專業對不對 置入到老齡的產業裡面 那中國的基金大概要在全中國 成立將近一百個點 目前是先一百個點 先拿十七個點出來 由中國的基金跟美國的基金對不對 來也來運作 那你還是要有技術 兩岸要有這些生物人的技術 放到這個體系裡面 所以我大概是比較大膽 比較大膽就是不地外的對不對 因為他在世界上幫忙我很多對不對 然後也賺了很多錢 支持我辦公益活動 弄得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就肯定 聯合國就需要這種推行公益的人 你太愛賺錢他不會太喜歡你 你會賺錢付出給聯合國 跟世界衛生組織的人 你絕對 人家會把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辛苦是過程 但是到最後 得到的果實是甜美的 也印證一個人的成功跟付出 所以我在想說 這不行我們的甜老師對不對 將他的花精了解 幫大家介紹一下 來鼓掌一下好不好 謝謝喔 因為時間關係 我大概剪短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本來有準備 好可惜 那有沒有人在做 有用過花精的 有嗎 那 有喔 太棒了 那有沒有人沒聽過花精 有沒有 還是有人沒聽過喔 那花精療法呢 只要是走能量的 基本上沒有人知道 那如果重視自己身心靈都健康的人 那花精也不能不知道 那花精其實呢 我會很建議喔 就是各位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先上網查一下 何謂花精 其實花精我之所以會用呢 是因為我自己在臨床上面 發現了很多的問題 來自心靈 也就是說在心靈的層面上面 壓力沒有辦法紓解的狀況之下呢 導致了一些身心失衡的狀況 所以目前呢 我接到的許多個案呢 也就是中醫也看完了 心也看完了 但是呢 沒有辦法解決他們身上的問題 那所以呢 比如說我們常常聽到的 甚至還有一些憂鬱症 躁鬱症的患者 他們也去了精神科看了 但是呢 吃了藥 好像睡著了 又好像沒有睡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吃過安眠藥 在座一定有人吃過 那感覺上呢 其實被強迫 強迫性的睡眠 但是其實腦袋 腦波其實沒有停止運作 所以他的睡眠時間 一旦停止 就是他的藥性 一旦結束的時候 其實他非常的辛苦 跟非常的累 所以呢 他們發現 情緒沒有得到緩解 反而更暴露 就是說在藥物 沒辦法控制的情況之下 所以呢 我們用了花心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一次的效果就非常明顯 所以呢 我們有一些客戶回去 老公就覺得說 這個老師到底給你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可以回來睡覺了 他是不是給你喝了什麼安眠藥啊 還是給你什麼迷幻藥之類的 其實呢 都沒有 所以我要講的是 花心它不是一種藥物 那它針對的部分呢 就是在針對每個人附校情緒的一個調整 當內在的情緒壓力得到舒緩的時候呢 其實一切都得到了情緒 所以呢 我們會讓客戶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他 其實更深層的問題 不含只是碎片 那最重要呢 現在為什麼很多人會重視這一塊 都是因為無藥可解 而且也是無益可看的狀況之下 很多人開始重視生性靈生理的療癒 那這個部分呢 才會讓我們覺得說 它有極其必要的重要 才會開始研究論文的部分 因為相關的論文 只要找靈性的東西 其實沒有任何科學可以驗證的出來 這是目前比較傷腦筋的部分 好比說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生理的部分 血管啊 神經啊 任何照片都看得到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臟腐失痕 導致的情緒異常啊 這個檢測不出來 對吧 所以呢 其實疾病 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只是肝不好 但是你有沒有往內看 為什麼肝臟不好 其實十大死因裡面的癌症 你們知道嗎 男生死在癌症裡面 第一名是什麼 對嗎 對 蛤 這是什麼 男生大部分是肝臟 所以男生你覺得各位 情緒好嗎 情緒好嗎 好 所以呢 很多男生是很有修養 所以呢 雖然沒有對外發脾氣 可是都回家對老婆小孩 還是小狗發脾氣 有沒有 或者呢 可能他沒有對外也沒有對 對自己家人 對誰發脾氣 對自己發脾氣 所以呢 乾育久了之後呢 其實他就會造成該造的疾病 那我們用花精呢 其實跟他上的高頻率呢 去把它做平復 甚至把它做能量的調皮跟修正 所以這樣呢 你會發現他出氣好多了 而且呢 摸到他腹腔的部分也柔軟許多 所以我 我的個案裡面 其實我比較不喜歡做男生 因為男生呢 呃 乾硬的地方不見得很硬 但是不乾硬的地方 還蠻硬的 這些地方呢 就是頭肩頸非常僵硬 包含裡面 腦袋裡面的絲跑模式 他已經被僵化固定了 所以其實好難改變喔 各位女性說對不對 齁 所以啊 你要好好跟老公講 那我覺得很困難 我都會直接在學裡面 加了幾滴 魔法 就是加了花精之後 幾天之後 你再跟他溝通 你會發現 嗯 他好像比較容易溝通了 好所以呢 我覺得女生 要有一些方法 不然其實你 你沒有覺得 牛牽到北京還是什麼 好 沒有辦法 所以女生如果為了老公生氣 我覺得大不定比了齁 所以 我們是可以用一些方法來改變 那男生也是一樣啦 如果這個老婆老是 撈撈叨叨的 怎麼辦 也是一樣 對 可以用花精 停止他這種撈叨的行為 為什麼會撈叨 其實他內在 對你有很多的不滿之外呢 他可能 對自己缺乏安全感 這種不安的情緒呢 他就會導致他 所以 所以呢 其實大家都很需要 所以如果你 講求身心靈 都全面性健康的人 而且你又不知道花精的話 我就覺得 你應該需要去 去了解一下 但是 有些人說我喝過 沒有什麼感覺 當然沒有感覺 因為能量 必須透過氣脈的循環 而達到效能 所以如果你只有喝 你的身體的結構也好 或者是脈輪也好 或者是經過系統也好 這些能量都沒有被開啟的狀況之下呢 基本上 你喝再多 也不太會有感覺 因為他的能量 既然是這麼的細微 而且他靠的是震盪原理 不好意思 各位 哪一個人沒有僵硬 那這些僵硬的部分呢 其實都是阻塞的部分 一旦阻塞 其實我們再好的東西 都送不進去 所以呢 用花精其實要有些技巧 也就是說 可能很建議 就是先把能量系統先打開 那第二個呢 其實我們真的很建議 平常水分要多喝一點 然後呢 吃東西要稍微清淡一點 不然的話 其實你用再好的東西 都來不及你被破壞的速度 即使花精再好 隨便你吃個 什麼現在很流行的 收水油是嗎 很地溝油是嗎 如果呢 我們有空可以在家稍微注意一下 食案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應該不存在 所以呢 還是建議 就是從日常生活做起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從本身做起 所以啦 你有沒有問過自己一天喝了多少水 有沒有吃到蔬菜水果 那如果這些都沒做到 你又要求健康 你只是靠健康食品 各位知道最近這個月吧 那個 上個月 那個安利的老闆 56歲嘛 知道死在什麼疾病嗎 他吃了27年的安利糖油 死在肝癌 這非常諷刺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很多的蔬菜水果 經過淬炼也好 經過高科技也好 變成了健康食品 可是你要問一下 你的腸胃有這麼好嗎 你能夠分解跟吸收消化這些東西嗎 如果都不行 你怎麼可以指望這些東西 對你有所幫助呢 所以呢 為什麼從能量系統下來 你即使吃藥都沒有用 各位沒有發現嗎 其實很多的疾病吃藥 如果有用 醫院要開這麼大嗎 不需要喔 我講真的 也就是用藥物呢 不斷的壓制你的神經 讓你不要有痛覺 讓你不要有難過的感覺 但是其實你的病程繼續往前跑 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台灣太幸福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 有什麼 健保嘛 健保只要花150塊就可以去看病 可是你知道嗎 我手上有多少醫生呢 也就是說他自己的高血糖 沒辦法處理 他自己的血糖 沒辦法處理 甚至他心臟的問題 沒有辦法處理 連最簡單的頭痛睡不著 都不能處理 就這樣啊 所以呢 沒有辦法的情況 剛剛我不能講是哪一家醫院 那所以 而且都是蠻大型的醫院 所以我要講的是 各位應該要審思一下 其實吃藥不是唯一的途徑 看醫生也不是唯一的途徑 其實找尋健康有許多的方法 可以實驗 能證 不一定要用傳統 各位知道的方法 如果還是這樣 有沒有發現我們台灣人也很悲哀 洗腎大概是全世界排1300吧 洗腎 洗腎 大家知道吧 所以呢 洗腎也蠻好賺的 我應該這樣講 所以呢 為什麼會洗腎 吃藥吃太多了 吃藥吃太多了 所以洗腎呢 可以救急 但是真的不能救病啦 所以在這邊呢 還是很希望各位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協會的攤位在後面 那我們可以針對各位的問題 可以做一些了解 因為我想各位會來 應該不是無所事事來 應該是希望帶一些什麼東西回去 那我真的也很建議各位 應該要去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態 而不是只是抗衰老講在嘴巴 我要健康講在嘴巴 那有什麼用 就像我昨天才在能量醫學會講的 很多人都很愛健康 就像我講 這個蘋果很甜 但是各位 甜是我在甜 跟各位無關係 你又沒有吃過 你怎麼知道甜美 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真的很建議各位 有機會有時間深入了解 不然 其實在我的身邊 因為我有接一些 就是集團的總裁 這個也很悲哀 這是去年 那因為去年我在完成 我的論文碩事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空離這位總裁 那我們都已經把版圖都設計好的 因為他的事業是跨國計畫的 其實就是一些能量的東西 但是因為他的心臟不太好 醫生叫他開刀 他覺得不用 那我每個月都有幫他做調整 只是因為寫論文的三個月沒理他 他去做了一項很偉大的工程 就是幹細胞的注射 那打完第一針就跟醫生說不舒服 那醫生說跟我沒關係 跟這個東西沒關係 打完第二針就掛掉了 所以呢 再有錢我有去送他 非常難過 可是再有錢不用多久就燒掉 就沒有了 所以呢 各位你要的是錢還是身體 我覺得兩樣都要吧 不要只有錢沒有身體 你沒有身體 你沒有身體 所有一切應該都是別人的吧 所以呢 還是在這邊真正的呼籲 就是不要讓這種遺憾 我覺得每年都發生 每天都發生 真的很悲哀 好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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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私底下可以去請教他 怎麼樣到老公溫柔在這邊 好 然後 人家說 人生六十十再開始七十萬萬四 八十五萬歲 九十萬歲 九十萬歲 一百萬歲又回家 聽完這些專家 講完 分享這些演講之後呢 希望大家也祝福大家 今天開始 身體健康吃百年 好 謝謝各位 不用太切了 楊正義 楊正義